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欢迎来到盐湖城王文地产频道 今天呢,我来到盐湖城的highland这个city呢 给大家拍五套moving ready的大别墅 那么highland这个城市呢,它是位于盐湖城的东南面 它其实是在Utah County的北面,但是在Solay County的南面 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 它是在Downtown呢,以及南面我们杨百汉大学的当中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无论您是去南边还是去Downtown都是非常的方便的 然后highland这个城市啊,学校非常的好,公立学校 旁边呢,这个小区呢,是一个全新的小区 那旁边呢,就有一个全美,呃,全犹他州 不是全美,全犹他州规模最大的一个高中 是非常好的一个高中 呃,出去的话呢,步行就能到高中,出了小区 啊,就非常的方便,五分钟左右的路程吧 呃,然后这个小区的房子呢,都是新的 那么这个开发商呢,是叫David Wickley 也是我们犹他州本地的非常一个高质量的一个开发商 造的房子呢,也是非常的大气 用的材料呢,也是非常考旧 呃,设计呢,也是非常美观的一个开发商了 那今天呢,给大家拍五套房子 然后哈兰这个城市啊,我是非常推荐大家 住在这个非常local的一个城市 他呢,居民也是以美国当地人,白人为主的一个非常好的 呃,学区,呃,非常好的一个社区 那么,海连呢,其实他就在离海,在往下东面挤脉的一个地方 就是海连了 所以说呢,他的location位置呢,也是非常的优越 去i15呢,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周边呢,有 呃,社区啊 他没,他一旦,就是美国是这样子 他一旦房子造好以后呢 他周边呢,都会配套给你 呃,生活居民的像学校啊 然后像,呃,超市啊 像这个医院都会配套 所以周边Warma,Costco 当地的小的gocier store都是非常方便的 这地方呢,以好的学区 为著称Yuda County啊 所以说大家呢 就是说买房的话呢 根据自己工作的实际的情况 其实在Yuda就有很多很多好的城市 很多非常不错的城市 那么今天呢 准备给大家一次看个go 看五套房子 然后这五套房子呢 都是moving ready的房子啊 然后现在呢 是开发商呢 是有这个优惠活动的 他有一些closing的补贴啊 你给你锁定利率啊 等等的一些优惠活动 那么我们现在先看第一套房子吧 那在我眼前这套房子呢 它是一个独立屋 但是它的独立屋的 呃,款式呢 是叫cottage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 独立屋跟独立屋之间啊 就是靠的稍微近一点 那么这套房子呢 它现在是非常的优惠 非常划算了啊 已经降了三万七了 那现在呢 它是六十一万九千九 啊,这套房子室内 两千三百四十四十三房 三位 两个车库 那么 我们进去看一下 呃,先进去之前呢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门口的环境啊 由于它还在造 这一排造好了 对面没造好 那到时候这个牙的啊 就是这边公共的区域 都是一个大的牙的 都跟邻居共享 那它的车库呢 是在这个房子的背面 那么这套房子 它每个月的物业费是 163块美金 那么它呢 有房子前院的 一些打理基本的维护费用 那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吧 这套房子是典型的 一幢小别墅 两层楼加一个地下室 我们先看一下 进来了 今天呢 他们这边有活动 给agent的美费开 开照片 你进来以后啊 这边就是一个 呃 dining room 吃饭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往前走 往前走呢 这就是一个餐厅的一个区域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套房子 做了很多的upgrade 升级 然后倒台 这里是冰箱灰的 呃 做高的这样子的一个 gade 大理石的檀面 都是用的最新款式 最新花纹的一些 时尚的一些元素 呃 家电配套的是通用的配套 这样子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 这扇门 应该就是车库了 这边走 这里就是半个卫生间的位置 嗯 这扇门就是通往地下室 那么等一会儿看 这里有个边呃 餐厅旁边有一扇边的门 可以去往侧院 侧院呢不是很大 基本上就是很窄的一条 现在去二楼看一下 然后地坛里使用的高质量的地坛 我们二楼去看一下这个户型 三房三位 这个楼K型还是非常好的一个 治安非常好的一个白人小区 穿白人 一上来以后呢 就是个柜子 然后这cottage呢楼上就没有厅了 我们去右手边看一下 右手边呢有两个客房 这是第一间的客房 这客房旁边呢是 第二个房间 这两个房间呢都是一样打的 两个房间出来呢 最里面这里是共享的卫生间 很明亮 这个卫生间呢是比较小的 但是呢它是特别明亮的一个卫生间 窗户马桶 台盆 然后这卫生间出来 这两扇门呢就是一个 洗衣房的一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然后在我这边走 楼梯上来左手边就是主卧的空间了 主卧还是相当给力的 感觉主卧的空间是比较大方的 给的还是不错 这个空间就是规划的是非常大的一个主卧了 对于一个cottage来说 主卧的卫生间也是相当的舒适 经典的双台盆 然后呢这里就是一个非常长条的一个床 采光特别棒 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shower玻璃门的升级 里面呢就是一个衣帽间的空间 这样子的 L型的 这个衣帽间有点简陋 就这样一排 但是事后呢自己可以去量身定制 然后对面呢这里就是一个马桶的空间在这里 而且非常豪华 马桶上面有床 卫生间有床 马桶里面在 分别有个窗 出屋架 这套房子呢是非常实惠 然后地下室时没有完工的 给大家看一下地下室的 这个空间 地下室呢顶对就一方一位这个情况吧 这样子的大小 这套房子是619,900 能够住在highline的这个城市 还是非常的划算 房子是刚刚完工的 地下室呢不是workout了 就完全是下面的 给大家看一下 一下来呢这就是一个厅 对它就是可以弄个一房一厅 然后右手这边有两个管道呢 就是卫生间的一个管道了 两扇窗厅的大小还是非常不错 可以做个活动空间 然后再往里面走 就没有房间了地下室其实就是弄一个厅 这里就是一个机房 加储物间的一个空间 基本上地下室就可以弄一个大厅吧 或者家庭影院啊 KTV房间都是可以 那这是今天看的第一个户型 我们现在去旁边看第二个户型 这套房子呢是我们今天看的第二个户型 那么它呢是叫一个view 它比刚刚第一套户型呢 大概100多尺 那这套里面一共是2500尺 三房三位 两个车库 然后它的特色呢也用了 做了一些很多的升级 那么现在价格是六十二万四千九百九 那么价格便宜了 已经便宜了四万两千多 还是非常划算 原来要六十六万多 现在是六十二万四千九百九 我们进去看一下吧 这个房子的外观呢 也是用的这个木板的立面啊 这是David Weekly一向的风格 就是非常典型 那他们喜欢用这种木板 加一些石头的这样一个外立面 非常典型的美式的房子 看是跟刚刚那个有什么不一样 哇 机套还很不错感觉 好像是厅要大一点 比刚刚这里 一进来啊 大家看一下 在右手边呢 这就是个家庭厅 家庭厅 然后家庭餐厅 厨房是个正方形的 这边呢就是个厨房了 这个灯呢都是upgrade 非常现代的好看的这些灯具 以及的高质量的地板 地毯扶手 厨房 那这套厨房的色调呢 就是比较干净的 全部是白色调了 整个房间看着 非常的明亮 温馨的感觉 台盆 啊不台盆 台面呢也是做了一个 米色调的这样一个 米灰的淡淡的米灰的这样一个 台盆非常跟这个 非常的搭配 然后把手是黑色的 非常好看 冰箱的位置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采光不错吧 那这个厅呢是潮汐的 由于今天是阴天 所以呢现在来说采光了一般 但是说一般下午两三天以后采光会非常好 潮汐的房子采光不错的 这是pantry room 然后我们这边看一下 这里有两扇门 有一个是去地下室的空间 那么这下就是应该是怪姨帽间的了 对 大家看一下这个车库 它这个都锁起来的 很紧 好 车库就这样子 非常标准的两个车的车库的一个空间 非常不错 那我们去二楼看一下 那这边同样的 它侧院呢也是有一个玻璃的蒙 已经大的窗 采光非常不错 那一楼半个卫星间在这个位置 设计的也是相当合理 用起来呢非常的方便 那么我们这边转角楼梯 通往二楼 上了二楼以后啊 我们先看右手边嘛 同样的跟第一套呢 它是主卧跟客卧分的很远 一上这里呢 这里有个单独的房间是洗衣房的 刚刚第一套呢 它洗衣房就是在走廊当中的 但这里有个房间是洗衣房 里面就是主卧的空间 主卧还是相当给力 这主卧真的是没话说 没话说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 是可以放个写字桌的位置 晚上呢也是可以在卧室办公 所以说呢 因为它没有单独的书房嘛 不像比较大的读洞 一楼进去有个会客室可以做书房 再往这边走 卫生间还是相当的豪华的 现代的地砖 双台盆 不错啊 这个台盆长度够长 然后跟刚刚一样 大的shower 感觉这里的空间上 比第一套大一点 架子 然后呢 这里就是 马桶的一个空间 然后 这个衣帽间要大了 这就是100多个平方尺的 区别 差不多要多十几个平方米吧 衣帽间要大一点 一楼的厅要大一点 那这就是跟第一套的区别 这是第二套 地下室呢 基本上也就是差不多可以弄一个 一个厅了 那如果一定要挤一下的话呢 就是一个小厅一个客房 就跟第一套差不多的 我们现在去看第三套